前一 show Un?- ready-and-action 这一句呢筹费哇蛮久的 至少经历了四到六个月的筹费 因为它算是个爱被改 emission 而且这个小春在05-06年就发表了 准备 准备 開始 所以我覺得我希望我把它呈現出一種 真正屬於華人的奇幻都會愛情電影 希望每個人看的時候都會覺得他充滿了想像力 並且有一種甜蜜的感覺 宋茜的話就是初步意料 我這個是實話實說 他絕對高於我對他的期許很多 在開拍的三個半月中 他永遠都是做好有萬全的準備 從來沒有忘記 每一顆鏡頭他都是動著真情在演 他詮釋的官皮皮一定可以感動別人 這一次我對於宋茜的表演 我必須很自傲地說 我覺得他把一部現代都會愛情劇 有一點奇幻色彩戲演得真的相當有說服力 這部戲會讓所有人知道 他是可以把一個角色詮釋得非常真誠 好想去開車 黃瑾瑜是天生吃這行飯的 但是因為他本人很純真 再加上他拍攝的時候他很專注 跟他本來的人格特質很好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次劇中有抓到 屬於他真正迷人的部分 而不會只是像一般同類型的劇中 那種刻板的霸道總裁啊 或者是那種端著一個樣子的帥哥 他在我們片中呈現了一種 很特別很高級 像是一個有社交障礙的霸道總裁 我自己覺得他像是一個 暴明寺加上修等 天才大爆炸的那些東西 因為他不懂得如何與人相處 但也因此我覺得 黃瑾瑜才能詮釋出 我們現在這樣的賀蘭靜庭 他不是只是帥 也不是只是用一些罐頭的表演 然後擺一些譜 或擺一些價值 覺得自己是一個帥哥 而這部戲我們很感謝很多 那些來演賀蘭靜庭的爸爸媽媽的 或者是一些邊邊角角 只有兩三天戲的老師們 這次來幫忙 然後他們都為這部戲帶來了 我覺得我們配角的表演 是集體不掉線的 這一點讓我很開心 應該是不會讓原來喜歡 這個IP的人失望 但是原來沒有看過這個IP的人 又會被這個片中 我覺得充滿想像力的世界 跟我們這一次 比較有一點喜劇效果 甚至我們是一個群戲 更符合現在韓劇跟美劇 就是不是只有主角 在談情說愛裡面的每一對 都在這個愛情的故事事件中 越靠越近 慢慢的彼此相愛 我自己覺得這些劇 我簡直簡直 都會讓人覺得有談戀愛的從中 大家好我是導演陳正道 向你們推薦由我和許兆任導演 共同指導的最新網劇 《節愛千歲大人的初戀》 你們一定要來看這部網劇喔 因為每一個人 要與自己命中注定的人相遇 都是要付出努力的 而與他們相遇 是我們這一生最重要的功課與使命 希望這部網劇能夠帶給你們愛情的感覺